透過筆聲點字 高雄五甲官地廟 開出了國運簽 今年整體的簽資 是中上簽 那上半年度頻頻 下半年度有大力 解讀國運簽 年開幸運多如意 玉兔城翔百葉龍 整年12個月份裡面 廟邦人員解簽說 最該注意的是上半年 因為農曆一月 嫉妒群生之苦海 臣服有路託內央 這表示著疫情未解 萬物其漲 政府單位要注意穩定物價 而到了二月 牽絲中的三災毅力 提醒著天災和疫情 恐怕影響很大 全體運勢看來 上半年比較多狀況 下半年後就會平順 是中上簽 之後就這個跡象就會很明顯 牽絲中的農曆四月顯示為萬葉回春 可以解讀成有轉機 廟邦人員表示說 和前兩年一樣 海運方面依舊很新鮮 全國首張的國運簽出爐 提醒著民眾防疫不要輕忽 下半年度順利發展 三天新聞 諸位達周慧榮高雄報導 高雄